如果你喜欢长安十二时称 那么你一定不会错过即将上映的电影《敦煌英雄》 因为这部电影中也有张小敬 这是一部由曹顿指导、马伯雍编剧、张宇、斗霄、雷佳音、吕良、蔡璐、赵运卓等众多实力派演员主演的动作历史电影 讲述了安史之乱之后 古称沙州的敦煌与庄园市区联系60余年成为了孤城 同时,吐蕃王朝陈基扩张势力 多次进攻沙州,夺取了这块战略要地 吐蕃统治势力人口热、凶残好战 听了不少民怨 沙州居民日夜四年大唐 在民门望族张义潮的带领下骑士抗争 期间,各种风云人物悉数登场 他们将如何影响敦煌及大唐的历史首相 能否顺利实现唐吐当归呢 敦煌英雄由马伯雍进行原创剧本编剧 取材自《沙州居民归唐风云史》 导演曹顿曾知道过《长安十二时称》 《九州海上木云记》等作品 有意思的是 电影中有雷嘉一饰演的角色张小敬 直接梦幻联动了网剧《长安十二时称》 豆霄和张宇在电影中也共享了出色的演技 豆霄更是首次光头出演 电影中的动作场面包括了城墙上的剑雨 城外的骑兵冲锋 城内的街巷追逐 城下的激战等 展现了唐朝和土拨两个未明的碰撞和交流 电影通过艰辛的孵化道 敦煌壁画、沙州旗帜、土拨铠甲、山漠风景等元素 还原了唐朝时期西域的风貌和风俗 也展现了西域的多彩和神秘 敦煌英雄的故事发生在唐朝中期 唐宣宗李隆基在位期间发生了安史之乱 安鲁申和14名率领的叛军共战了长安和洛阳 导致唐朝分裂为两个政权 由于中原兵力匮乏 西域兵力被吊至中原 这就导致了沙州一带的失守 但中国人民的相信力从古至今都是不变的 受到吐蕃压迫的人们一心向往回归祖国 因此齐心协力奋起反抗 发起了这样的一次抗争 敦煌英雄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不忘与回归的敦煌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题 不仅是敦煌历史中的一段重要篇章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电影通过展现这个历史事件 不仅可以让观众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到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些为家国使身取义的少年英雄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电影敦煌英雄电脑12月22日上映 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走进电影院哦